站住 有什么事吗 让那卑鄙的人族小子盗铃滚出来 盗铃 谁啊 白痴 别碍事 你是那小子的同伙 什么盗铃啊 这是我的房间 请你离开 你 交出道理了 我可以饶了你这条狗命 你这人怎么不讲道理 我都说了 没见过这个人 你你你 你怎么会在我的房间 你弄错了吧 你又错了 别演了 非比的人族蝼蚁 你俩分明是一伙的 你快走吧 这事和他无关 交出在星辰大河抢走的银色兽皮 我会遵照主人的吩咐 给你留个全室 哼 你主人要真有本事 就亲自来找我 还这么个小喽啰 你 我看你是活腻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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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灭阵 你知道怎么破阵吗 只要击碎阵眼就行 应该是其中一面阵棋 别垂死挣扎了 主人赐予我的血气可是宝气 救其滅阵 去 小心 你竟然会三转惊声 你 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如果能帮我支出一些时间的话 我才能找到真眼 好 见我眼神 我心见心 困惑万法 玩够了 这就送你上路 找到了 找到了 吸 你 就 走 你 去 你 去 你还好吧 没事 吃点丹药就好了 抱歉拖累了你 这你收下吧 神丹 这么珍贵的丹药 我不能收 我是炼丹师 这种丹药还有很多 你放心拿着吧 我听说炼制人丹的材料很贵的 还好 聚宝阁可以 糟了 今天是拍卖会 对 我的天吟石 多亏你提醒 要不然我也忘记今天有拍卖会了 你是特意去买天吟石的吗 天吟石是修行三转金身 第二转的必需品 林姑娘呢 我只是想去看看热闹 对了 你叫我试试就好 不用那么客气 试试 灵狱姐姐 好久没见了 你也去拍卖会 嗯 我和朋友一起的 盗铃 这是火灵狱姐姐 她来自火神宗 也是炼丹师呢 也 你也是炼丹师 嗯 那正好 我们一起去吧 带上试试和她朋友没问题吧 当然 火神宗与炼丹闻名 说不定有机会交流交流 宫敬不如从命 灵狱姐姐 你不是拒绝了和五居民联姻吗 怎么会和她一起来啊 在外面碰上的 她有这儿的贵兵牌 我又不想在大堂挤 就蹭蹭呗 啊 聚明少爷 您的包厢已经准备好了 请 淳月 你怎么 拍卖会缺人手 我是 被请来帮忙的 拍卖会怎么还不开人 那快了吧 茗玉姐姐 你特意来清庄 就是为了参加拍卖会 你呀 是不是忘记 星辰殿堂快开启了 星辰殿堂 星辰殿堂是学院秘境 听说有很多上路遗迹 和神通法宝 学院建校已经上万年 阿吴也早被人拿光了吧 那秘境大得很 到现在还有很多 没人去过的神秘区域 没错 据说深处有斗转星仪这门大神通 我堂兄对他势在必得 堂兄 郡明阁的堂兄就是五弟 五弟呀 这一块黑铁看似普通 但实则有一万斤重 且十分坚硬 连盗器都可以摧毁 起拍价五百万金币 这种废物也买 买来练制武器不行吗 诗诗姑娘有所不知 这玩意儿一看就是某个盗器的碎片 根本无法练制 明眼人都不会买的 嗯 好 好 好